Lun Sang 老母 好了 董事們好 百姨們好 兄弟們 大家午安 下午好 今天的气温差不多在28度 下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暴雨 下得非常地热 龙哥非常的兴奋 跑到阳台上拼命去拍 拍这么大的暴雨 这是今年最大的一场暴雨 落暴雨了落暴雨了 暴雨了落暴雨了 落暴雨了落暴雨了落暴雨了 还好龙哥上了天台 原先把那个猫舍羞了一下 所以呢猫舍没有漏 这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否则两只猫咪要哇哇叫了 是吧 那么今天早晨看了很多的朋友圈 昨天的那个西瓜的发送的状态 还有很多留言仔细的看了一下 其实昨天我该回复的都已经回复掉了 回复掉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和转发 其中有几位朋友帮我留言 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 那么今天呢 早晨看到一个朋友圈 发了一个那个消息 很可爱很可爱 很搞笑很搞笑 但是呢又很悲伤 真的很悲伤 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们小区今天解封了 解封了外出一人一张出门券 然后一张购物券 然后呢他拿着券 拿着那个出门券跑到门口之后呢 抬头一看哇这个天空好美啊 这个日子非常的啊 怎么这么美好 一下子感觉 那个那个非常的感慨吧 应该说 然后呢 回小区的时候呢 他手上拎了几根油条 油条进小区了 没想到他的回头率是百分之一百 因为他虽然他这个地区解封了 但是旁边所有的门店都关着 杯钉开着 那很多人就问他了 你这个油条哪里来的 现在居然看见油条 就像看见爱马仕一样的 这么受欢迎 这么就是啊 这种感觉 我今天早晨看了的时候 心情特别的不爽 特别不爽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说一句话 解封了 大家就好好的赶紧去买买买 把家里的物资重新囤一遍 重新到外面去 把身上所有的钱 去买最好吃的东西 大口的吃 吃的饱一点 吃的多一点 吃饱喝足 然后呢 左手拿一袋 右手拿一袋 裤兜里再塞满回家 或者呢 这区域附近的电器城看一下 是否要考虑买一个小小的冰柜 放在家里 把所有的冰柜的那些冷藏品 把它全部都封存起来 不知道会不会今后 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不知道 因为呢 病毒还是存在的嘛 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 不要一窝蜂的 跑到外面去 拼命的买 也没有顾忌旁边 似乎有很多人 围着了 拥着了 口罩一定要戴好 说不清楚的 大家一定要保持好 保持好 不要乱 既然已经开了 开了之后呢 该买的就买 该生活需要的东西 全部买一买 不要光买吃的不买肥皂 不买洗衣粉 不买洗头膏 头发都臭了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 大家务必得知道 这两天呢 所有的朋友圈 都在发送这些消息 上海的 就是解封 对龙哥来说 也是非常的欣慰 我希望 继续再看到 往日的辉煌的上海 非常有腔调的上海 慢慢来吧 反正大家好好的 共同维护我们的上海魔都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也很简单 就是那么几句话 聊一聊 回头呢 龙哥出门 要去买牛奶 咖啡蛋糕面包 还是这样 你们解封了 我也解封了 所以今天开开心心的出门 去买东西 但是呢 就是我母亲那里 母亲带来那里 好像还没有解封 还有几个朋友 好像在古陀 古陀那个地方 好像有几个地方 还是没有解封 还在做核酸 但没办法 继续响应 咱们 党的号召 继续做核酸 做抗原 咱们一起围火上海 共同 共同之美好 那好了 结束今天的视频吧 那就分享生活 是一种快乐 我是龙哥 感谢观众 每日动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结尾的马银们 开开心心 跑到小区门口 或者是吵冰唱 去跳跳广场舞 就当是锻炼锻炼身体 跟上下我 按完腰 好了 也像龙哥一样 开开心 保持每天 开开心 保护自己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其他话我就不做了 拜拜 拜拜